我們現在是2007年 我們在這裡一次就是我們現在2007年 接近萬點也算啦 我們也不要那麼嚴格 然後很重要的是什麼 你如果有供逢其盛 買在這邊有投資股票 到這邊就是像剛才那位大哥還會舉手 到現在雖然跌得這麼慘年限保衛戰 但是他還是有賺錢 但如果你是從這邊買到這邊 你如果一路都沒有做任何的轉變 演到這邊是怎樣 也沒有賠錢啦 但是等於這八年來 過著那個地獄般的生活這樣 然後這樣到這邊 再到這邊終於看到一絲希望的時候 又跌下來 這樣叫做看得到吃不到 然後心中仿佛有千萬隻螞蟻在鑽 有沒有 就很痛苦 還不如當初不要投資會更好 那所以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投資有很多 這個很特別 欸你怎麼講到這邊不好意思 稍微講一下 那我們今天 等一下我們一開始我們就先講 我們這本書當中 要傳達給大家的技術分析 大概是怎麼樣 那 藉由這樣子的觀念 你再來看你投資的 角度 藉由我自己的邏輯來跟大家分享 那很重要我要跟大家強調的是 我的邏輯跟你的邏輯絕對不會一樣 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邏輯 你才會贏錢 我的邏輯只能提供你作為參考 因為我們對錢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會有時間的問題 然後我是學工程的 所以我可以來 用我們工程的力學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學過力學 但是我用一個例子 大家也很容易會了解 假設你要把一個球從一個低點 推到這個高點 你是要直接這樣子推比較省力呢 還是這樣子慢慢推比較省力 假設你是滾球的話 你把一個球要從這裡滾上來 滾到這個高度 這是第一種方式 這是第二種方式 大家覺得哪一種比較省力 第二種嘛 所以假設我們是股票的作手的話 你要把一個股價從這裡做到這裡的時候 也就是從10塊做到100塊的時候 你要慢慢做還是要很快的做 都可以啦 如果你的力量比較大 你就一次把它舉起來 我們是操盤手 我們就是有錢怎麼樣 對不對 我一天要把它從10塊拉到100塊 不可能 一天不可能 但是如果一個月可不可能 有機會嘛 只要我的本錢夠粗 然後我就是存心要來做功德 有沒有 把它從10塊拉到100塊來讓大家 來讓大家賣的話 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 我也要賺錢的話 我就會慢慢來 大家同意嗎 就在這邊我會上演很多好戲 從第一集演到第100集 剛好謝幕 然後一個球如果到這邊啊 下來的時候啊 大家覺得會這樣子比較快 還是這樣子比較快 就是這樣子會比較快 對嘛 就從這邊再回來這邊的話 我們好不容易把它推上去之後 那我已經到懸崖邊了啊 再補它一腳 那個球就掉下去了嘛 它掉下去就這樣 東就下來了嘛 所以從上面往下跳的時候 就是表示 有地心引力的關係 我們也不用再施力 它就自己掉下來 所以我們來看這張圖有沒有 台灣的加權指數有沒有 從2001年要 從一個低點要 好不容易要推推推 推了六年 好不容易就把它推到原來這個山頭 那現在這樣一東 然後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東啊 不知道 大家也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才會來嘛 然後所以一東之後 感覺很快嘛 這一個月就跌了 跌了一千多點嘛 那我們以前從這邊要 推一千點要推了幾年 推了半天 這就是那個原理 我們用力學的原理也可以來解釋我們的股市這樣 為什麼可以這樣解釋 因為這是符合自然界的定律 自然界的定律有很多 除了我們這個是牛頓發現的 然後這個呢 可以這樣結合是 是小哲老師把它做為一個連結跟應用 那不管大家對這樣的舉例有沒有感覺 但是我希望讓大家知道的是 往上推不容易 往下跌 不會很難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什麼 開車大家看到貨車來會閃的請舉手 大家都會閃對不對 那你看到一個球已經從天上往下掉 你會不會去接 理論上不會嘛 但是你買股票的時候你會不會去接 欸好像還蠻想接的 我就覺得哇好便宜喔 本來要買300塊的中美金買不到現在有100多可以買 要不要買好想買對不對 那可是 是不是適合買這不知道 就大家可以去做一個感受這樣子 好然後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就來開始講 我們今天的技術分析的主題 第一個 K線圖的識別 那大家K線圖以各位這麼有經驗的投資老手來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是K線圖 那沒關係我們等一下稍微講一下 那我今天大概主要講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K線圖的識別 第二個是 成交量搭配K線圖怎麼看 第三個 移動平均線再加進來可以怎麼用 那其實 我自己移動平均線大概只是拿來爆破斷用的 就是 因為反正一旦有趨勢之後 就為了讓自己克服自己的心魔 就用移動平均線來爆股票 這大概是我自己的做法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 救生艇 我們要 這像我們 投資理財的過程 就像我們 開著一個 帆船 航向那個 人生的夢想 航向那個另外的大陸 在航海的過程當中啊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風浪 風浪很重要的是我們要能夠 流存下來 所以 在這個過程當中還要準備一個救生艇 不要像鐵達尼號沉了 找不到救生艇就在海裡面漂流 我們就 就成為那個紀念者有沒有 那所以 我們今天主要講三個東西 一個講K線 一個講 那個方向的判別 就用量跟平均線來做一點 搭配這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講交易紀律 那台股會不會上萬點 那還有我們 來 就因為既然大家都來了 如果你對 未來的市場行情 你有一些想法的話 那等一下我們會 有一些QA的時間 好然後 那 這個K線啊 其實大家都很會講 那我的講法 可能跟人家未必完全一樣 我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詮釋 是K線 大家知道 K線它是怎麼樣製作的嗎 就是怎麼樣畫出一根K線 不知道可以舉個手嗎 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 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一根K線就代表 一段交易的時間當中 所有市場的投資人 他們的交易行為產生的結果 所以會有一個叫做 這段時間的開始 開始會有一個價錢叫做開盤價 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 以一天的交易來說 9點開盤之後 9點那個價位叫做今天的開盤價 然後9點到1點半收盤為止 這段時間會有一個叫做最低價 還有一個叫做最高價 然後到1點半的最後那個價位叫做收盤價 假設1點半的那個時間大於9點那個時間 這樣這個K線叫做紅色的 就是陽線 那如果是收盤的價錢比開盤的價錢低的話 那就是陰線就是綠色的或者是藍色的或者是黑色的 那就是我們台灣的K線大概都用這樣的顏色 那這些都沒有關係 跟我們交易有關係的只有很簡單的兩個概念 大家就記這個就好了 這個顏色的部分代表力量的方向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長長的紅棒 就要怎樣想到怎樣 想到就會上漲 這樣可以同意嗎 好就是一開始一路一路一直漲一直漲 所以到了收盤它才會 價錢會比開盤的價錢會差很多 所以會有一個很大的紅棒 那如果相反的從一開盤就一直跌 接著